在2007年3月28号 美国西雅图雷藏寺 纪念连身活佛出家 21周年举办真佛宝灿 圣尊连身活佛当天也亲临现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 连身活佛当天 对真佛宝灿要义的开始 这个真佛宝灿 当然是因这个 真佛金而产生的 那么真佛金最主要的就是 一句一段话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段话 我以前也讲过 这个修行以无念为正洁活宝 身亲近口亲近 意亲近为华宝 依真佛上师为身宝 那这个以无念为正洁活宝 我以前已经讲过 这个人生 人本身有烦恼 是因为你有念头 才会有烦恼 人如果完全没有念头 他的烦恼是不存在的 烦恼就不存在了 那么这个无念两个字 就很多人去研究这个无念 这个无念这两个字 按照佛所说的无念 佛陀讲无念 等于是正洁 是正正的洁物 才叫无念 那么很多人去研究这个无念 知道无念是不可能 那么为什么要讲无念呢 每个人都有念头 时时刻刻都有念头 那么这个念头是有生有灭的 我们遇到一件事情 看到对面的一个 跟我录影的先生穿的是红色 红色的这个衣服 我们知道 这是红色 马上就有一个念头 他是穿红色的 他正在录影 我不能乱讲话 这个念头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一直延 我们眼睛看到的一个 马上就产生念头 就算你闭上眼睛 还是有念头 你今天本来情绪很好 去上班的时候 回来情绪就不好 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听到你的上司 他叫你到office来 他骂你 你做错了事 你听到了 这个你的上司 是什么 这个公司的诗 不是上司 这个诗 听到这个公司的老板 骂你 因为你今天情绪很好 但是公司的老板 声音进到你的耳朵 你听到了 你心里就起烦恼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常常讲说 人也不一定要听到人家讲你什么 你才会起烦恼 起这个念头 烦恼的念头 其实有时候人家看你一眼 就是以前有一个比丘宁跟我讲 他说他很烦恼 我说为什么烦恼 因为有一个法师两个眼睛瞪着很大 这样看他 这个比较凶的眼神看他 他就起恐惧 起烦恼 不用讲 眼睛一瞪就烦恼 例如我们在走路当中 两个人面对面 你跟他 微微一笑 那个人这样子 我对他很好啊 他既然给我白眼 而且 不跟我讲话 什么都不理我 心里就起烦恼 不用讲 单单看了 就已经烦恼 所以人生啊 这种小的细节都已经很烦恼了 还有更多更多的烦恼 让你数也数不尽的 住在国家 有国家的烦恼 在家庭 有家庭的烦恼 到办公室 有办公室的烦恼 跟同事 有同事的烦恼 跟朋友 有朋友的烦恼 在做人 出事方面 通通有烦恼 要无念 是不可能 都是有念头的 而且烦恼 也是突然间出生 突然之间没有 也会出来几天 好像让影响你 整个夜 有可能影响你一年 也有可能影响你一辈子 有可能是影响一下子 你就消失掉 所以是有生有灭的 那么我们邪佛的人 就是把这个 所有的烦恼 知道他 明明知道他 是有生有灭的 那么你就把它看成 不要生 不要出生烦恼 你要把它当成 有生有灭的烦恼 那么有生有灭的烦恼 就不是烦恼 那把它 扫除掉 把它清净 就变成没有烦恼 你能够把你所有的念头 一切的念头 不管是翻喜的 还是不管是忧愁的 都能够把它变成 这些当东西都是有生灭的 看透他 看透他 懂得他的道理以后 你就把有念 你就把有念变成无念 这样子你修行久久 你就成就了 这叫做无念 念头是有的 但是你不挂在心上 叫做无念 那你没有念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烦恼 你能够把所有的烦恼 全部断除的话 就是正结火宝 当然这个是很难 跟大家讲 讲这个是 大家心里想 这个不是很实际 不是很实际的事情 变不实际 但事实上 你要靠什么 才变成实际呢 就是要靠修行 要生清静 可清静 意念清静 这个就是你的方法 我们修密教 以所应作为生清静 以持咒作为可清静 以意念作为观想 作为意念的清静 唯有这样子 你才能够在修法当中 得到利益 把所有的烦恼 跟你的念头统统断除 那么你必须要以懂得 消除所有烦恼的真正的金刚上师 为生宝 给你查看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